小心什么 阿静啊 阿静 我好不容易认了女儿 你还让我防着她 这叫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防女儿之心不可有 可是 可是义父你不知道 你 你在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 为什么在阿静的身上 就这么糊涂了呢 就算像你说的那样 那阿静图我什么呀 你有股丸 有钱呢 人家住在海市不辞涨家里 人家比我也有钱 人家股丸多得是 他要拿钱拿股丸的话 比在我这儿方便多了 反正我觉得他有目的 说实话 如果是在过去 龙头在我这儿的时候 我还存点戒心 现在龙头已经沉入大海了 我会把他的真实面目揭穿的 你是狗男耗子多管闲事 我告诉你 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我见过的人比你看过的花还多 什么人我看不出来啊 要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 当事者迷这个词呢 好好好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我问你 银鱼盒修得怎么样了 还修着呢 修不好就拿来给我 我来修 你现在满眼睛都是阿静 哪有时间管这个 我告诉你 婴儿的东西只有我能修好 还是我自己修吧 谁呀 小美呀 你 马大强 把保险箱的钥匙叫出来 钥匙 钥匙掉了 掉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会掉 你 你 你说不说 你说我就杀了你 快说 要不在哪 这就是天意 你说不说 马大强不是我杀的 你 好 小姐 你走吧 你要杀马大强 这是好人 快走 走啊 快走 快走 秦九 你不要放他跑了 来 扶起来 自己起来呀 快 扶起来 秦九 没想到你还会救我呀 对 我不应该救你的 你要不救我 那你杀手进来 不就把我杀了吗 我是不想让你死在这里 你弄在我的地方啊 你怕小美啊 大叔 大叔 小美 请来请 好 马大叔 你能下床了 没有 没有 他扶我走 都走 对对 走动走动 对 好 你们 大半夜活动什么 这是什么 这怎么会有这个呢 你问秦九 我 我 你问秦九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是我的 你拿刀来做什么 我用刀来杀鸡 给马师长补补我的 鸡 那鸡呢 鸡 飞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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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只鸡 怎么呀 真是的 你看 我说今天晚上我去 你没听 太冒失了 我没想到 那个老头会武功 那个老头叫秦九 是大内太监 功夫很棒 没疑 停车 阿靳 你受伤了 应该好好治疗 我没事 阿靳 你回去吧 你倒是想啊 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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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也 生山也 阿靖 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我是想来看看 你的音乐盒有没有响起来 这盒子真奇怪 我怎么弄它 它也不响 急死我了 高桥 我送你的怀表 不也会唱平安夜吗 你不想听吗 那我想听听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送你的怀表 你没有待在身上吗 我 我就怕它丢了 所以我放在 放在哪儿了 在哪儿呢 找到了 阿靖 你听 还想呢 你知道为了买这块表 我跑了十几家店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一个好的怀表 永远也比不上 一个不祥的音乐盒 阿靖 你别这么说 怎么 你不是说把这个怀表送给我了吗 你现在还需要它吗 等等 它真的响起来了 它真的响起来了 阿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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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阿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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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 坐 怎么睡在这儿了 刚刚开会回来 本来想在这儿看看文件 没想到睡着了 你怎么没睡啊 这么晚了我看你还没回来 我也睡不着 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谈谈 什么事 我想 请你搬出去 天佑 你在这儿不能再住了 天佑你 我们从上海到北平来的时候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 到北平以后 你找到了房子 完了就搬出去 那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我心里一直想让你帮我留下来 子军 你一个单身女人住在这里 怕别人知道了会说闲话 不 什么闲话我也不怕 那你先生呢 我先生 我知道他就在北平 你不也是来找他的吗 我不希望你们枪见的时候 他会对我产生误解 不 我已经改变主意了 我再也不会去找他了 我再也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刘一言不 晓军啊 你担心里 朝天佑 敌人啊 你不要赶我走 小军 你看看这个 什么 我已经搬好了 放弃 我在朱氏口给你们找了栋房子 你跟阿静马上就可以搬过去了 天佑 让我住在这 让我照顾你 让我为你做点事 子军 你的世界并不属于我 不 没有你 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这一辈子 都要用来照顾你 子军啊 听我的话 赶紧找到你的先生 找到他 你们要相互宽容 好好过日子 不可能 我们之间 再也没有这种可能了 子军啊 我也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 又因为冲动 离开了我的妻子 可是多少年以后 我再去找他 他 已经病死了 所以你终身不娶 一时足成千古恨 再回首 一时百年深 天佑 子军 我不希望你重蹈我的覆辙 赶快去找你的先生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不 我永远不会离开这儿 我不会搬出去的 子军 除非你叫人把我扔出去 不然这儿就是我的家 子军 子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 怎么是你啊 我已经跟管家说了 以后啊 只要我在家 就由我亲自来伺候您 这都是下人干的活 怎么由你来做呢 下人干我可不放心 这个呀 是我亲手为您泡的茶 可香了 来 阿俊 爹 你坐下喝茶 我喝 我女儿泡的茶就是香 那当然了 爹 只要您喜欢喝啊 以后呢 我天天给您泡茶 怎么样 那我可就享福喽 爹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铸造龙头的图纸啊 龙头 怎么还有图纸啊 有了图纸才能揭穿龙头之谜啊 龙头有谜 我看 这不就是个龙头吗 不 这龙头里另有乾坤啊 那龙头里面有什么呀 那现在啊 众说纷纭 扑说迷离 不能妄下结论啊 那爹不是有图纸吗 难道也想不出来吗 这图纸一点很多 不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见啊 怎么不想呢 音乐盒 九叔来了 来 坐坐坐 这是婴儿的音乐盒啊 你在哪找到的 我 那天我把它交给婴儿了 没想到这次居然可以把它打捞上来 音乐盒还在啊 那婴儿也许还活着 不是也许 是一定 对 一定 他一定不会死的 盒在人在 这是吉兆啊 对啊 这是吉兆 是吉兆九叔 可是 我觉得这个音乐盒有点奇怪 他有时候想 有时候不想 音儿在哪儿 对了 九叔 你这次找我有什么事啊 对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我要一样东西让你看看 古玩吧 好 这是个古董啊 这一点你比我强多了 这是日本人的匕首 你是日本人 我想你知道他的来龙去脉 这是哪儿来的 昨天啊 有个人到我家来 要杀马大强啊 杀马大强有什么奇怪的 马大强仇人那么多 杀他也不奇怪 要杀他的人是个女的 是女的 是女的 嗯 有多高 差不多 有这么高吧 眼睛大大的 身手也蛮厉害的 难道是他 要不这样 九叔 你把这个匕首先放在我这儿 我帮你再查查看 好啊 你修好没有 差不多了 不用修了 让我先听一两句 九叔 你让我修好了再说嘛 不用修了 让我看着他就行了 可是你看 三天之后呢 我把他呢 就还给你 三天之后 还给你 三天之后一定要还给我 一定一定 纯金的 爹 对不起啊 我把东西弄湿了 爹 没关系 没关系 擦擦擦干净就好了 没事 爹 我真是没用 连杯茶都送不好 没关系 没关系 擦擦就好了 这不是古董吗 古董有什么 让我给弄湿了 没事没事 老爷 书房里有点电话 我 我这就来啊 等一等 爹我来吧 我来 你把这儿收拾一下 没关系的啊 你放心吧 不要着急 义父 高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这是我的家啊 这龙头图纸哪儿来的 当然是我爹拿出来的了 你这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 是相机吗 哪儿来的相机啊 你给我看看 你干什么 怎么回事啊 爹 义父 没什么 高桥在跟我开玩笑呢 你们俩先聊啊 我先走了 我先出去了爹 干什么你啊 你干嘛对阿静 那么凶啊 你还像个大哥的样子吗 义父 你怎么会把图纸给他看呢 不是 不是我给他看 是他独一种看到的 再说他也看不懂嘛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他看得挺仔细的 你的意思是他不要用心是不是 我怎么说啊 你才能相信我呢 我信 我相信我的女儿 我给你看看东西 这不就是一把匕首吗 不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匕首 这是日本武士专用的匕首 是 是古董啊 对 是非常昂贵的古董 你的意思这是阿静的啊 因为你看 这上面刻着一枝梅花 阿静曾经送给我一枝表 上面刻着同样的梅花 表呢 阿静拿回去了 刻了梅花的东西 就都是阿静的呀 别笑 我还有重要的线索呢 就是昨天晚上 有一个女刺客 去秦九那刺杀马大强 这个匕首这当时掉下来的 那秦九看到阿静了吗 那都没有看见 不过 当时她蒙着面 可她的个头跟阿静一样 那个头跟阿静一样的满大街都是啊 那个个都是阿静啊 还有 秦九告诉我 当时这个女刺客受了伤 在左臂上面 那又怎么样 义父 你去看一下阿静 她万一左臂上受了伤 那 岂有此理 你居然把阿静当成一犯了 你想啊 你真荒唐 如果她受了伤的话 那她不就是女刺客了吗 高桥 出来玩啊 小姐小心点 好好好 小心点 好了 她不是左臂受伤了吗 你看她左臂多有力啊 不是你调调试试看 这 是 哦 废啦 可疑 的确是很可疑啊 怎么了 义父你也觉得可疑 你看 这是阿静刚才用热茶拨过的地方 现在显出原形来了 义父 这是赝品 是啊 我上当了 义父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不能告诉 绝对不能告诉 尤其是阿静 慢点慢点抓住了 好了好了 玩一会就行了 好了好了 哥哥 叶和找到了 婴儿一定不会死 一定不会死的 八大抢 你要去哪儿啊 别人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 待不下去了 这小美知道吗 小美出去了 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她 你 你还想瞒着她 我不瞒着她 她一直跟着我 我这个人血着累累 迟早会连累她的 你呀 到底说句人话了 秦舅 不 你跟我走吧 跟你走 干什么 扶着你呀 你不要跟我决斗嘛 咱们总不能在这儿打吧 你 咱们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打一仗 你的伤还没好 你怎么跟我打呀 等我伤好了以后 你就死定了 走 咱们这会儿就去打 来呀 你要不来就见不着我了 你就不能替花逢春报仇了 来呀 你这个胆小鬼 来呀 来呀 再来呀 啊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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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边先生 您怎么着这没事吧 我没事我没事 您得小心点 我可以 这外面不好走 您看您腿脚不厉害 来来来咱们走吧走走 秦久你在哪儿 你出来呀 你出来呀 出来呀 你出来呀 你这个胆小鬼 你出来 你这个胆小鬼 胆小鬼 阿姬怎么样啊 没什么擦破了点皮 光擦破点皮就好了 你看种成这样了 伤没好你就胡来 你不是说秦久 拿着匕首去找高桥了吗 我如果不这样的话 秦慕庸怎么能相信我呢 不过梅姨 我看到龙头图纸了 真的 阿靖 你快成功了 秦慕庸真是一个好父亲 见到自己的女儿 就什么都不顾了 阿靖 你没事吧 上车吧 没什么事 我现在没想到 你这几个人 都不顾了 我一人就能拒绝 你现在要找到 我又有个人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我一人就能拒绝 你再来 你这个耳朗 你回来了 娘还没睡吗 我睡得着吗 我说的话你全忘了 娘说的什么话 我在上海和你说好的 不许你私自去见钱慕庸 这件事啊我忘了 梅姨你也忘了 我我阿静 你瞒着我去见钱慕庸什么意思 笑话 女儿见父亲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谁叫你去认这个爹了 不就是你吗 我只是让你见他一面 让他知道他有这个女儿 让他痛苦而已 以后不许再去见钱慕庸 我就是喜欢这个爹 你 你太过分了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 一切要听我的 我的事 不用你管 你 你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 明天 你给我回上海 我哪儿也不去 你什么意思 你不要逼我 否则的话 我会让你的计划全部落空 你 别说了别说了 你是 别说了小姐 夫人也是一片好心呢 小姐 我告诉你阿静 没人可以要挟我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认识的女儿吗 站住 上哪儿去 散步 你又要去找他 你不用这么敏感 我只是散散步 我喜欢北平的夜 没意 跟着他 是 夫人 我这么做 到底是对 还是错 马达强怕连累你 自己走了 他 他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可是 他的伤还没有好啊 马达强还算是一条汉子 小美 你就成全了他吧 也许 他倒在半路上了 也许啊 也许他伤势加重了 没有人管他 小美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你顾不得了 你顾不得了那么多了 得顾自己了 顾自己 顾自己 我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当了 这里有点钱 你去买张船票 回日本吧 秦先生 你怎么能 这里事都很乱 各路军阀呢 打了一年又一年 老百姓都苦死了 你是一个日本人 待在这里呢 会很危险的 还是回去吧 可是秦先生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小美啊 要是你拿了我的钱 我的心里会觉得舒服一点 你也算做一件善事吧 拿去 谢谢你 少爷 警察局的人来了 高桥先生 冯警官 怎么有空过来找古董啊 不 高桥先生 前些天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海事处的仓库被人抢劫了 好 世道艰难 倒劫横行 也是没有办法 可奇怪的是 抢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只抢走了一个音乐盒 原来是这样 正好 那天我也去海事处问过那个音乐盒 是不是警方在怀疑我呀 不不不 我们相信高桥先生 不 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是搜搜看 看我这儿有没有音乐盒 既然高桥先生熟知音乐盒的情况 我们想请您提供一些线索 有什么人会铤而走险的 去抢一个小小的音乐盒呢 是吗 既然是小小的音乐盒 海事处又没有什么损失的话 何必追查下去呢 因为当时有人开枪了 开枪 是你们警察开枪吧 枪匪的同伙开了枪 打灭了灯泡 噢 灯泡 不就是个灯泡吗 也没什么损失啊 那几颗子弹 我们做了弹道比较 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什么有趣的事 半个月前 在虎方桥大街发生了枪杀案 两个地痞被射杀 我们证实 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高桥先生 您知道是谁开的枪吗 我怎么会知道 如果您有什么消息的话 请通知我 好的 我一定跟警方合作 高桥 高桥 阿静 你有朋友啊 这位是冯警官 来查海事处失窃的案子的 我看报纸上登过这件案子 那天 抢劫海事处的 好像就是一男一女啊 一男一女 高桥 这么说 有点像我们两个 倒是挺像的 那个女的身材 跟这位姑娘相仿 警官 你真是越说越近了 那天我们是去过海事处 不过是白天不是晚上 您不是一心想破案子 往我们两个身上栽赃吧 姑娘的话 倒是提醒我了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 告诉你 我全知道 钱先生 您别发火啊 这两天 从北光湾上 打捞出大批的遗物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敢否认吗 是 是有这么回事 这些死难者家属 现在 只有靠这么点遗物 来慰藉他们的心灵了 你们还要扣下来 你们良心何在 这不是我们扣下来的 是 是海事部 海事部 海事部派人来 把全部打捞的物品 都给扣了 我们也做不了主啊 海事部 有文件吗 你不要找借口 有 钱先生 您跟我来 钱先生 您看 次长签名 莎天佑 这幅山水画还真不错啊 虎方桥 那两个地痞是你杀的 喂 你可不要乱说话 你可是在说杀人啊 这两颗子弹 是在同一把枪里发出来的 那天你也看到了 我哪里有开枪啊 你有同伙 你又看到了 你实在不像钱母庸和汤慈君的女儿 喂喂喂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把这坏事一件件都往我身上扣 什么又接应了 有什么同伙了 可我倒觉得呀 说不定是巧合呢 那天也有别的强盗去抢海事处啊 听警察开枪 他们误会也就开枪了 为什么那么巧 那人打掉路灯 分明是想掩护我们逃走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我当然是小牛了 你不是小牛 你相不相信我呢 我不管 只要我爹相信我就行了 你不要口口声声爹也爹的 小牛不会是这样子的 我跟娘流浪江湖的时候 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你不清楚又不完全了解 好 说来听听 说就说 那个时候呢 我跟娘流浪江湖 突然遇见了一位 伸手矫健的大侠 他传给我一份武林秘籍 于是呢 我就练了一身好功夫 能够飞檐走壁 一派胡言 算了算了 我讲了扭不细 那我就不说了呗 那你去钱家 又为了什么 他人是找我爹了 我告诉你 义父从小把我养大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这个你倒是大可放心 我对爹的感情呢 绝不比哥哥少一丝一毫 要不然 我怎么会跟娘闹翻呢 谁是你哥哥 你呀 你不是我爹的干儿子嘛 我不叫你哥哥叫什么 你的怀表呢 怀表 在这儿 我有样东西也想给你看看 也可能你会认识 你看这梅花 这刀是你的吗 你先告诉我 这表是哪儿来的 表 当然是我买的 哪儿买的 为什么这两朵梅花是一样的 那也许 是同一家店铺的货呗 同一家店铺 这么巧 巧事全让你遇上了 这梅花分明是一个人的标记 你问我 我问谁啊 再说了 什么地方都可以有梅花 婴儿的音乐盒 不也是平安夜的曲子吗 怀表就是怀表 她的声音永远比不上音乐盒 只可惜 现在怀表还想着 可是音乐盒 已经不会动了 是啊 音乐盒 她已经不会动了 高桥 对不起啊 我不是有心的 没事 没事 我 走了 再见 那我们 还会再见吗 会的 在你下一个作案现场 你一定会看见我的 你一定会看见我的 我 先生 在外面等我 我待不了多待一会儿 是 先生 县上您请 先生 您请坐 喝点茶 我去请老爷 好 前一先生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子君 我要见次长 次长正在小睡 我舍不得叫醒他 我又及时要见次长了 别忙 我也有要紧事要找你呢 你看看律师这封信 如果没意见 就签名吧 你不让我见阿静 他已经被你的父爱给迷住了 我再不采取手段 我这个女儿就没了 我的女儿 谁也休想多走她 你的女儿 谁说是你的女儿 用不着谁说的 本来就是嘛 可阿静的护截本上写着 父 死亡 死亡 在法律上 你不是他的父亲 你究竟想干什么呀你 把女儿还给我 不然 我们法庭上见 我也有女儿的出生证明 我不怕 你那是小牛的出生证明 大名叫钱国音 而现在的阿静叫汤文静 户籍在上海 他们是两个人